30號深夜1點55分 男子挺著大肚子踩著藍白拖鞋 走進鳳山扶翔街公寓 三分鐘後大搖大擺離開 這時公寓一樓機車停放處 冒出熊熊大火 住戶逃得逃 來不及逃得爬到七樓高 外牆求救 學童還因此從六樓墜落二樓 造成17人受到輕重傷 警方調閱監視器 17小時逮到嫌犯 穿著吊嘎 手指頭指著公寓一樓 牆壁上的電源開關 他就是縱火的王姓嫌犯 今年25歲 在住家被警方逮捕 帶回火警現場模擬犯案經過 他這怎麼點 嫌犯面無表情 絲毫不覺得自己闖下大禍 差點燒死人 原來六年前 他曾經跟爸媽在公寓 租過房子住四樓 跟二樓住戶常常吵架 破壞鄰居機車一年後搬走 沒想到五年過去 這口氣還是吞不下 拿打火機縱火洩憤 從那個時候就結怨到目前為止 所以他在一個情緒不穩定之下 才釀成這一道火災 平常就深夜有在遊蕩 由於當初吵架的鄰居 還住在公寓二樓 嫌犯才會上門縱火 另一個犯案原因 他說因為大樓不乾淨 理由離譜 只是因為五年前吵架 積怨難消 竟然縱火報復 上百住戶驚慌逃生 驚險景象歷歷在目 好險消防隊來得快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得陳古銘S運小組高雄到